自然能化敌为友 五十三点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石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信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直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加破人亡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时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